哦 骨头盆已经换了 来 上了先一段球 但是这个是火线加盟 估计连队员都没 队友都没认清楚了 突进去 这就是一步磨叽是肯定的 队友可能都没认清楚 都没说战术 刚来对于比赛的节奏 也不是说很了解很熟悉 等于巴一队在第一阶的比赛当中 内线强攻 包括外线的三分球做得也不错 浙江不缺乏能攻击 缺乏能支配球的人 比篮下的高度还是吃亏 骨头盆 这点就是用他的个人能力 先来解决一些进攻延续性的问题 对 得突啊 造杀伤 你球出不去 或者你出来了第二个控球点 他支配不了球 又差了很多 球的运转 大家得带着新来的万元打 隔温 几乎是24秒 转化 很简单啊 很直接 我觉得他的身体状态还没调整到 有正常的状态 脚底发飘 反过来 礼拜里四分球 所有的球都在他这 全是加击 防守我可能还是很强硬的 用防守习惯 对 对我防守习惯 平常训练就这么要求 不管是八戒那会儿老队员 南派球 从北派打法 现在就是说有点 怎么说呢 就是说不太像以前那么鲜明 对 推的还是非常坚定 哎 实际保持双特论 那24秒 这球 还是使你不再状态 这是什么一米九一 失去了火线换你的这个所谓的异议 它等你适应了 或者说你调整好了 那边邓门的伤就好了 比赛当中要去调整 或者说你根据排派判发的尺度 已经做一个改变 打牛角 挺想到边 好球 它这个就是 你看湖湾的冲击浪空那一下 也相对好 嗯 直接发起冲击了 一般传统的后卫呢 没有办法去向南派发起冲击 加速 有个东西提速 都能原地那儿运不大 嗯 冲击能攻就攻 攻不了赶快传 古德温这个